我不是要攻擊對方 我不是要滅絕對方 而是當對方發動了攻擊的時候 我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戰爭滅了戰爭 讓對方不能夠再戰 所以最好的就是不需要不戰而屈人之兵 不用打 就讓對方自己鬆散 自己失敗 最差的戰爭就是攻城 最差的戰爭就是攻城 然後攻城的時候 你又敗,我又敗,你又傷,我又傷 這個你不是做一做法 你不是我不會走他們那些路 但是他們來到的時候 我將反客為主 我就知道看準他 敵人的最大的弱點在哪裏 我知道敵人的虛在哪裏 就是他恐懼的 他搞了這麼多事情 他恐懼而已 他恐懼最好的武器就是 我不會給他那個計謀得手 以至他真是恐懼到一個地步 他一落千丈 就是完成在神面前要他做的工作 所以我們看到尼希米 其實真是一個非常值得我們佩服的人 一個人他有信心 他有勇氣 他不放棄 就能夠成為他那個成功的很重要要素 我曾經一直 那麼多年 我記得有一個人說過 但是我真的記得是誰 好像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不敢隨便說 好像是愛因斯坦說的 他說人其實有沒有所謂 聰明或者不聰明呢 如果真的要求很嚴格來說 所謂世界上特別聰明的人 以及不是最聰明的人 分別其實不是很大的 那些人的分別在哪裏呢 其實最大的分別就是他堅不堅持想下去 有些人想一個問題 想到這裏 他就停在這裏 那他認為已經滿足了 那他永遠就停在那裏 有些人想到這裏 他堅持下去 那個未完的這個問題 還要再想下去的時候 這個就是那個成功的 和聰明的分別 就是這樣 其實人的質素分別不是很大 很多人成功的人質素不是很大 就是他能不能夠堅持那一刻 是堅持這個信念 好像尼希米那樣 他有神的呼召 像我這樣的人 怎樣可以在這個 怎樣可以在這樣的關鍵時刻 逃避呢 逃跑呢 我不會逃跑 於是他就成功了 這個是尼希米那個衝破危難的 第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第二個很重要的因素 我寫出來就是我和我們 在這裏呢 我不是跟大家在那裏 在那裏捉字室 或者在那裏玩些什麼文字的遊戲 我想大家留意 在尼希米記裏面 你有空也可以做多一點點個功課的 如果你有興趣去看聖經的話 剛才我們講過 尼希米記就是尼希米自己的筆記來的 他現在用的全部都是我字的 你看到嗎 第六章差不多全部都用過我字的 他說我不會去的 他寫信給我 他用第一身一個單數 因為他是寫給自己的紀錄的筆記來的 但是你留意 在這些筆記的裏面 在偶爾的一些地方 出現了我們這個字 我們的意思是什麼呢 即是反映在尼希米 當然他寫給自己看的東西的裏面 他知道他的工作 他要完成的使命 不是單單為了他自己的 不是為了自我的 尼希米不是要為了在歷史裏面留名千古 他不是要自己成為一個 人家讚賞的成功的市長 他不是要完成一個 人人都完成不到的一個 建成場的這個艱難的工作 於是我就可以有面 我認為自己非常成功 不是一個這樣的原因 尼希米知道我要完成的東西 交託給我的東西 是為了什麼 是為了其他大家一起的 這個我們裡面有兩種意思 第一個意思就是 我要做的東西不是為了我自己 而是為了大家 所以我所面對的困難 我們是大家一起來承擔的 所以他看見 其實他們眾人在恐嚇什麼 不是恐嚇我 是恐嚇我們 我們所有的仇敵聽見 我們四為所有民族 懼怕敵人的聲勢就一落千丈 因為他們都承認這個工作 工程是靠著我們的神成就 很有意思的 寫到這句的時候 所有他完成的工作 他的achievement 他的成就全部是我們 並不是我們 當一個人自我的時候 他無論多成功 最後得益的 可能他得到一點 但這個不會是最終極的一個勝利 一個終極的勝利的人 是為了我們 他的心始終是為了 其他大國所有的犹太人 一切的困難是我們一起去承擔的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是我們的地方 就是上一次我們沒有機會 看到第三章的《尼希米記》 第三章的《尼希米記》 很有意思的 如果你揭開第三章《尼希米記》 你會發覺很悶的 是沒有人喜歡看的 大概你讀到五節 你就收檔不讀下去的 為什麼呢? 因為記住了一大堆人名 還有其實是一個什麼呢? 可能是一個避案 或者是一個紀錄寶 紀錄什麼呢? 紀錄是誰的家 我家就負責哪個牆 哪個人 做哪些門口 哪些人做哪些 你看看第三章 我記得上一次 我們讀到第三章的時候 讀經的時候 讀到那章 大家都好像沒什麼心機 董主席還說 我們大家一起來讀 那都不知道 讀來做什麼 這麼多人名 讀完一堆就完了 其實呢 如果你留意 我想你研究一下 給個功課 你回去慢慢看看 這個第三章 第三章 列了大概有四十段 差不多的東西 就是說 哪個人 哪個人 做哪道 哪個人做哪缺 哪個人負責哪個部分 就是所謂起城牆的那些工作分配表 他說這些工作分配表有什麼特別呢 如果你留心看工作分配表裡面 除了一堆人名 還有那些部分建築那些工程之外 他包括了一些字 很有意思的 他寫的時候包括了些什麼人 除了名字之外 他說那些是什麼 祭司 有大祭司 還有大祭司的兄弟 眾兄弟一起做的 還有我做的人裡面呢 有什麼 有金像 就是那些比較有錢的 打金的人 很有錢 有區長 有政治的人物 就是說他在某個區裡面 做這個領袖的 有大的區 有小的區 區長 如果你看到 你看完聖線就知道 有做香料的 做香料 就是說他是出入口的 去買賣的 因為做生意的 有做商人的 可能是內部的 或者做生意擺賣的人 有兄弟一起來做 有些呢 他爸爸在做 他兒子都跟著做 他兒子的兒子 就是他的孫子 都一起來 全街一起做 我想告訴你 當我們看到這些 很微細的描述的時候 那意思是什麼 那意思就是 尼希米 當他記載人名的時候 他知道一件事 縱然有很多人 是攻擊我 縱然有很多人陰謀要打低我 縱然在我身邊 都不知道 哪個信得過 哪個信不過 但是我仍然知道 仍然有人來支持 仍然有人跟我一起走上這條路 這個問題就是 你的眼睛看些什麼 如果你說 哎呀好像尼希米這樣 我看到這個身邊 那個 這麼相信的人 又想哭哀我出賣我 想整死我 那個是這樣 這個是這樣 都不知道講哪句 剛才我說 這種是一個 最大的恐懼的時候 尼希米最重要的 回應的方法就是 我看到很多人 是陷害我 很多人都信不過 不過 我仍然看見 有很多人 是跟我一起同工同行 這個世界 永遠都有人是支持你的 永遠都有人跟你同工同行的 尤其是在侍奉的路上面 不過很多時候我們 突然間被人打擊到一個地步 我們眼睛就不看了 每個人都不能吞得過的 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不是每個人的 問題是你 來看一眼 李希米很野 李希米擦開雙眼看見 是的 有那些祭師想哭哀他 剛剛那個 試試試試試看 但是有祭師 一起來建成場的 第三章有祭師的 有才的 有才的想哭哀我 但是有其他人一起的 有些有錢人 做生意的緣故 已經出賣了我 因為那些人被你收買了 但是還有很多做生意的人 有金像,有做香料的人 還有誰是誰 他仍然在一起參與這個工作 他是我的同工 有人跟我同行 兄姊妹朋友 你知不知道有人跟你同行的分別在哪裡 不是有多大的困難 最大的困難 一個人最可憐的就是 面對困難的時候 他想哭的時候 他都不知道打電話給誰 沒有一個人可以說 沒有人跟你同行這條路 這個才是最悲哀的人 你是不是知道有人跟我同行 我知道有人跟我同行 最大的困難 再大一點 我都可以走得過去 今天可能有些新朋友 你來一下 我們有Alpha Cause 邀請你來參加崇拜 我們很好歡迎你 我希望你來看看 就是這麼簡單 不是給你什麼壓力 就是給你看看 這一群人 我這一群人都很想 跟你人生一起同行 好像我在星期二的Alpha Cause那裡說 我覺得很好聽 我心裡有些後悔 但我覺得應該不後悔 我再說一次給你聽 就是你身邊那個邀請你 力邀你來參加這個course 或者今早請你來崇拜 這位親友 我當然我不認識他 就是你有沒有想過 放開心懷想 為什麼他要這樣邀請你來 為什麼要用這麼大的努力 邀請你來 好像我上一次說 難道你信了耶穌 陳牧師給他擁擠嗎 沒有的 又不要賺你的錢 剛才講得明白了 那個奉獻袋 傳過來的時候 你不想給 千萬不要給 你明白嗎 你不明白 廢話意思都不要收 我們會 不是要收你錢的 不是要做你生意 也不是說這個教堂 人數不夠 等你來趁高興 蹬下腳 多幾個人撐槍 不是的 你看今早你怎麼來 可能你遲了來 是不是 因為為什麼人這麼多 多你一個不多 少你一個不少 不是的 你知道為什麼 只有一個原因 因為你所愛你的人 你的親友 那個基督徒 我們經驗過神的真實 我們經驗過神的奇妙 我們在人生 我們一定跟你一樣 碰見過很多困難 但是我們的信仰 告訴我們 經驗過 那個神這麼真實 這麼奇妙 這麼好 我很想你能夠經驗得到 就是這樣 想陪你一起走這條路 想神陪你走這條路 我們也很想跟你 陪你走這條路 教會沒有什麼利益 又不要做你生意 就是想陪你走這條路 這就是有人陪走一條路 和沒有人陪走一條路的分別 今天希望你能夠 教會來這裡 成為大家庭裡面的一部分 讓我們跟你一起走這條路 將尼希米說 最困難的日子 我仍然知道有人在這裡 有人跟我一起同行 我就救了 當然第三個 更加重要的 最重要的 尼希米一直的信念 的支持就是 第三點 他知道有神在這裡 跟他一起走 他知道他站在神那一邊 所以你看見 雖然他是在做一個 一個的工程 他面對著的 是一些敵人的攻擊 但是他看見這些一切的困難的上面 和背後 有神自己的手 仍然在這裡 這個就是一個有信仰的人 和沒有信仰的人的分別 有信仰的人 相信神的人 他看到 一樣大家都會看到 都會看到這些困難的 但是一個有信仰的人 他認識神的人 他會越過這些困難的煙磨 他看到背後的太陽仍然在這裡 他看到那個太陽仍然在這裡 他知道有神仍然在這裡 所以尼希米當他四面受敵的時候 你見你不是說什麼 祈禱 他祈禱跟神說 神啊你紀念這件事 我自己也抵無可抵的了 我都不知道哪個真 哪個假 哪個中 哪個奸 我都不知道 但是神啊你知 所以尼希米說 神啊求你紀念這件事 求你看住我 看住這件事 因為我不是為了自己來做的 神啊你與我同行 然後跟住 很有意思的 尼希米當他完成了工作的時候 他立刻說什麼 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是 靠著我們的神才能夠完成的 我不是邀功的 尼希米我沒有 不是靠著我 我努力 這個是我應該盡的本分 但是最後的功勞是歸於神自己 你看多美麗 一個很超越的 一個很高的 一個很高貴的層面 當他有困難的時候 他能夠在那裡拿到力量和信念 他知道人都不可靠的時候 神仍然可靠 人都會反他的時候 他知道神仍然是幫助他 這種是一種 源源不絕的一種力量的來源 而他完成了工作之後 他不是說 你看我多厲害 不是 你也不是說 這個都是神自己所做的工作 一個人這樣 是一個高貴生命的情操 我希望介紹給 我們還沒信耶穌的朋友 這個就是基督徒 應該有那種 不是基督徒 可以有那種生命的氣震 因為人生總會碰見這些困難 但是有神的人 在這些一切的困難之上 帶給那個基督徒 有神的人 一種很不同的生命裡面 一種的把握 這個就是力量的根源 然後走得過去的 多謝你收看剛才的敬拜時刻 我是成北環基督教會的林志輝牧師 每個禮拜我們都為你預備一個很精彩的聖經信息 希望能夠幫到你 假如你對剛才的節目有意見的話 或者是對基督教的信仰很有興趣的 你可以打電話給我們 電話是905-884-3399 或者可以到我們教會的網站 www.rxcc.ca 來查詢 也可以到你家附近的教會聚會 我們教會每個禮拜都有很多活動和節目 我相信有一些活動和節目都是適合你的 請你留意以下下來的介紹 願神祝福你